- 吳智英學姐 - 柯市長沒有來 - 因為今天的這種活動柯市長沒有來 但是那個靖林學姐她之前的靖總 其實滿多人,民眾黨內都有滿多人去的 那今天憲定書長沒有來 會不會覺得好像有點相對冷淡 會不會憲你有點委屈 我覺得不會啊 今天我們有三三 然後還有我們立法院黨團的邱總装 那我想我也都有邀請 今天可能剛好遇到柯市長要跟日本連線 柯市長也有說他非常希望來到現場 那秘書長也到了中南部去做相關的同選 所以我想雖然人沒有到 但是我們事情都是在一起的 我們會繼續一起向前走 所以想再問一下剛剛提到這個黨內民調 因為您這邊是說在末段班 是在安全名單之外 有自己評估選情怎麼樣嗎 其實我想當然我們八位都會一起跟三三努力 那現在其實還有三十幾天的時間 最後的階段我們就是重置 那當然在不管是士林北斗或大安文 像我們都有兩位的候選人 也希望我們的選民都可以用智慧 讓我們兩位候選人愛士林愛北斗都可以 一起當選為大家服務 那當然因為很多人都在問 晉瑩確實是非常知名度高的政治明星 所以我想在民調之前報紙上也有特別寫 那晉瑩是在前段班 我是在洛杉的邊緣 所以這個部分我會更努力 也希望有更多人支持 讓我們一起團結勝選發言過好 會不會擔心說士北這邊發生氣保 因為我想氣保是非常不負責任 而且沒有出席的事情 三三節之前也提過 那三三節其實在活動上 也有跟大家一起信心喊話 其實依照三三節得票超過百分之二十 我們只要盡力大家來做一盒民軍 我們兩席一定都會上 所以在這邊也是要拜託大家 讓我們能夠做事情 而且也相信我們士北選民是有智慧 讓我們兩位愛士林北斗的人一起當選 好所以你怎麼看說 因為剛剛提到說您的選期 可能就是牽動整個小雞的選期 甚至是牽動未來民眾黨的這個發展 我想我們大家都要先爭取台北市民的認同 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這次的選舉就是希望能夠讓台北 成為非藍非綠的非戰區 我想中間選民現在已經算是非常穩定的 在做出他們的選擇 現在只是要讓更多的人去理解 這次的選舉不是藍綠的問題 而是能力的問題 然後各個選區 我們希望優秀的候選人 都能夠進到市議會 大家一起往前走 而不是每天都在搞氣包 黃宗南你怎麼看說 這個每一條電子報 怎麼上市家 他可能說 您在年輕人的投票率方面 會吃很大的虧 最後的票數 可能會更成功差 我選這個每個人的意見 我們都尊重 我們會都會列入參考 好嗎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